难道曾育成这个超级资深老党员 现在香港除了他师傅叫吴康文比较老 也很少人比较老 他虽然没有席认是党员 这个超级资深老党员 他所说的东西是攻击林郑月娥 而他 你看得出他是走在曾俊华那边 所谓的商争路线 难道这个资深党员 都违抗中央的命令 不听中央知笛 这特别还有一件事 现在今时今日还有一个人突然跑出来 很恐怖 那个人叫周玉 周玉今天说了什么呢? 让我找出来 周玉就把现在的胡苏僧 争取特首这件事 上升到一个怎样的层面呢? 就说颜色革命 他今天就劝卫那些商界选委 就说 喂 你们千万不要 意思是违反中央的意思 投票给曾俊华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多么严重呢? 他将它上升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你看到了 现在曾俊华已经跟这些黄尸走在一起了 周玉指 曾俊华支持者与颜色革命者同鼻孔出气 警告商界 撑争 或成为外国势力拍档 这个 我真是服了周玉 他真是将胡苏僧往死里打 将胡苏僧成为颜色革命的共谋者 好了 如果胡苏僧的罪名提升到这么高度的话 跟差不多是占中一样 差不多是颠覆国家 危害国家安全 如果是这样 你怎么解释曾俊成 如果是这么严重 曾俊成在这个时候 这个涉及国家安全啊 你还快点归边啊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 如果中央是这么看这件事 这一届的特首选举 原来涉及颜色革命 Ena Pan Ena Pan Ena Pan 就说周庸是政治小丑 说话没有人信 虽然我同意他是政治小丑 但是周庸这个人 过去你记不记得 曾经 他所谓的崔和风 就由他吹出来的 就是他上去见张德纲 张德纲就把这个例物送给周庸去发布 不是给689发布 当时689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不是香港任何的一个官员发布 竟然由一个政治小丑周庸 发布就说放回乡证给民主派的议员 就是说什么呢? 周庸是张德纲那边用的人 当然了 如果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吹一个和风 吹和风是习近平的意思 当时好像已经做了习核心了 好像是做了没有 18大陆中全会之前还是之后的事情 我忘记了 差不多时间 如果 想笼络民主派的这个举止是来自习近平的话 你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是由周庸去发布一个这样的讯息呢? 派发回乡证 大家都知道周庸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央不知道 会不会中央真的这么傻子 我不知道原来周庸 由他去发布一个这样的消息出来 竟然会有识得其反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 或者是张一纲和西环仍然是希望将这种和风打散? 这种情况下 就等于现在蛇虫鼠鼻又出来了 是不是? 那些爱字堆又出来了 接着七警的事件 然后出来撑警 这群蛇丛鼠蚁又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能排除 其实连一家公司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何况政治 一个这么复杂的政局 特别是这么复杂的中国政局 就说一家公司也会有的 就是当如果一个人要炒他 但是你还没有炒他的时候 你要用很多的方法 才可以炒得到他 然后这个人仍然在他在位当中 仍然希望可以尽最后的努力 去做一些反扳 或者获取自己的利益 周庸的出现 我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 是的 黄江亚又说磨蜂 然后 张德干又下来 被民主派这样掩托六八九 突然派发回乡证 由这么面目可憎的周庸 来发布 好了 现在周庸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不止 还要把这么大的罪名 压到胡苏珍那里 喂 大家想想 这件事真的不能说笑 你用到颜色革命 下去一个做了九年半 财野 建制派 一个结束的建制派 你竟然将他这样 这样定性法 这样 这件事就是很诡异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好了 说完周庸 这么诡异的举止 将胡苏珍往死泪打 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的意思呢? 温和路线 为什么会突然间失踪了呢? 是不是突然间 习近平改变了意思 他觉得 香港 是要走回一个 叫做 强硬路线呢? 周庸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获得 习核心的同意呢? 我也不相信这是周庸自己摸出来说的 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做一些 没钱收的东西 或者绝对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蠢人 所以他绝对不会 自己摸出来为正义 为帮他说出声 当然不是 当然有人叫他这么说 这个人 一定会让周庸觉得他这么说 不会有事 他才会这么说 但是 竟然胡苏珍成为了颜色革命的其中一个旗手 这个会不会是习近平的意思呢? 为什么要把这场选战打到这样的局面 需不需要呢? 首先要问一下问题 需不需要 其实 就去到这个 579加01 现在这样的境地 你看看他控制到700票 已经控制到700票了 还需不需要这样打法呢? 如果这个是责核心的意思 你看到大家数到票 有700票 只要在两会期间 责核心 会说什么呢? 我说不外乎两套的说话 如果林郑月娥真是核心属意的人选 很简单 就是说国家安全 说回港独问题 香港不能容许港独 香港是 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什么占宗 诸如此类 是一个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 国家信任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心灵神灰了 是不是? 喂 都说了 现在你都已经控制了700票 赢得硬了 用不需要还这么用力呢? 我经常觉得做事的话 你做over了 做over了 你一定要有一些原因 你才做得这么over 当然我说过去奴才 奴才不是会有的 就是奴才收到主子的命令 然后做事做过了 也会有的 但是会不会过分到现在 就是将小圈子选举的遮收报 这样子拉下来 然后又将胡苏珍 定性为颜色革命的领头人 会不会做到这样 好了 还有 如果 那个不是林郑 就是习核心到最后 不是属于林郑 那他就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回 曾玉成之前说过那番话 中央政府在今届的选举当中 是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 中央是不会阴点 所以 请各位选委 按住你们自己的意欲去投票 为香港好 投出良心的一票 这样 好了 现在又说 习近平去两会 很明显就是什么呢? 很明显就是 要 因为你们不相信嘛 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你不相信嘛 你不相信 那我就习近平要出来说 要相信 要不需要习近平出来说呢? 我又觉得 如果要相信的 又是那种 就是 去找习近平的一个 大家都知道他是习近平的人 去到深圳那里 然后接着 去 发放圣旨 说完了 咦? 之前那个叫刘延东 如果 现在这次今天没人 没人获得 要不需要大哥出来呢? 不是吧? 要大哥开声 他还是大哥? 哈哈哈 要不需要自己说呢? 习近平要说的 我觉得 如果我是大哥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会出来说话呢? 就是 收道德光环 就是要 拿 要拿东西 要拿东西 什么呀? 习近平出来说吗? 栗战书都可以了 是不是?